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丢人 输了输了就习惯了是不是 上次我是让着你们 这次我可就不客气了 咱可说好了 今儿晚上谁要是输了 谁必须安排 好 走走 壮哥 给点力啊 一比一了 感冒一周后有可能换心肌炎 剧烈运动可能造成 意想不到的健康隐患 哪怕是看上去 十分强壮的年轻人也千万不能大力 三比二了 三比二 转哥 呦啊 转哥 十分强壮的音头 啊看上去 阿尔 怎么啦这是 不重要 不重要 刚不是搞好的吗 对啊 看重要 我去拿水跟毛巾 去去去 怎么办呢大正 佳琪呢 咱们对佳琪呢 佳琪学过急救 快喊佳琪救壮哥 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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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吗 他没呼吸了 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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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凭一个柔弱的女子 能救回这样的壮汉吗 已经停掉多少时间了 感觉有十分钟吧 赶紧赶紧 成人模式 如果患者没有反应 并且没有呼吸 解开患者胸前的衣服 从除颤器取出方形包装 打开包装 取出电极片 从蓝色衬垫上撕下电极片 按照说明 分别贴到患者胸部的 右上方和左侧 检查电极片连线 是否正确连接到除颤器 建议进行除颤充电 不要触碰患者 按方便结束 可以接触患者 开始心肺过疏 老婆 老婆 我吸了 小老师 今天这场救援 面对的是一个心脏骤停的突发情况 如果生活中我们再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做什么 再遇到这种情况 立即进行高质量的心肺腐作 尽早地使用AED 胸管心脏按压的部位是两乳头连线终点 把手掌根部放在胸骨正中 两手重叠 垂直向下按压 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 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 另外还要注意 按压下去多深 抬起来多高 也就是说让胸口充分的回弹 AED随到随用 开机后按女人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张老师 大壮是幸运的 那天正好遇到现场有人带着AED 生活中 如果我们能提前学习急救知识 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 关键时刻 救人救己 我们下期再见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我们下期就下期见 对 对 哦 对